前进的方向 有一种豪奇 守护万里河山 无惧风霜 冠军事 知天下 军事节目由汇圆果汁独家冠名播出 汇聚原动力 提高战斗力 汇圆果汁 摸一下吧 我化个妆 汇圆桃果肉保留更多水果纤维 喝出健康好气色 这么快 我有秘诀啊 汇圆桃果肉常喝气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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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圆桃果肉 在有些司机眼里 那都是停车位 好随意不是好司机 停车不随意 坐中国好司机 汇圆桃果肉常喝气色好 守规矩 打胜仗 倒花香 倒花香 邀您共同关注国防 倒花香真品一号 人生丰收时刻 倒花香 军事计时由维维集团特约播映 军事计时由维维集团特约播映 新疆 新疆 唯唯斗奶 欢乐开怀 1941年 359旅团兵在南义湾 拉开了农业大生产去路 他们用丰收 解除了事关中国共产党 生死存亡的经济危机 1949年 还是这个359旅 踏上了挺进新疆的争场 不为艰险 不惧牺牲 他们要让南义湾的本子 在新疆开花结果 讲述359旅传奇故事 军事计时本期播出 更战敬雨359 上季 感知中国力量 军事计时 1939年2月2日 延安的宝塔山下 正在召开一个七千人大会 这是一个关于农业生产的动员会 衣食断供和战争的因缘 笼罩在毛主席的心头 此时 抗日战争已经到了第三个年头 八路军的编制有四万五千人 增加到二十二万人 按照国共合作时期 国民党政府核定的六十万军费攻击 八路军每人每月 平均只有六脚七分钱的军费 各抗日根据地 出现了粮食 医药 棉布 子弹 食盐 以及其他日常用品齐缺的状况 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 一度到了几乎没有衣穿 没有油吃 没有纸用 没有菜吃 没有鞋袜穿 冬天没有被子盖的严状地步 随着国民党当局反共高潮的到来 蒋介石不仅断绝了对八路军的微薄攻击 还调动三十万军队 对陕甘宁边区的二十三个县 构筑了五大封锁县 延安已经得不到一尺步一粒米了 在七千人生产动员会上 毛泽东一只手插着腰 一只手打着手势 气势恢弘地说 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 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 自古以来 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的 自力更生 风衣足食 在毛主席做出生产自救的决定后 刚刚从前线回到延安的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 决定到南边去看看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片大块的土地 种出更多的粮食 朱德来到南尼湾 经过勘察 他发现 这里土之肥沫 水源充足 有近万抹土地 可以开一开 南尼湾是延安市金盆区的一个乡 当时这里经济丛生 沼泽遍地 被老百姓称为烂尼湾 方圆六十里 多数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 1940年秋天到1941年春天 八路军第120师359旅奉命分批驻进南尼湾 拉开了世界军事史上由中国军队首创的农业大开荒的序幕 359旅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的第六军团 这支部队是在井冈山诞上的 工农红军长征从1934年开始 红六军团走了两万五千里路 走到了陕北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桃一声炮响 中国进入了抗日战争 8月25日这天 红六军团被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幽二灵师359旅 从此359旅便驰骋在抗日前线 一个月之内收复了七座城市 以骁勇的战绩 为中国共产党竖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 直到在南尼湾 创造了农业大生产的奇迹 刚刚来到南尼湾 359旅的生产和生活都十分艰难 行事的艰难逼迫他们 要在这片经济遍野的土地上 开辟出未来的希望 王震旅长就把他的三个团放在林镇 马房和九龙泉 摆开了对荒山野岭的围艰阵势 原计划每人每天开荒五分地 仅仅三天后 所有官兵的手上都抹起了炮 开荒进度骤然减缓 战略回去以后都比炮谁的多 有的说你是单炮 有的说你是山炮 有的说你是连珠炮 没有几个不打炮的 结果王震跟毛主席汇报 我们这个全驴都成炮驴驴了 毛主席很幽默地就说 李王震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 把三五九女都改成了炮驴驴了 你怎么跟我汇报啊 每天开荒13个小时 在高强度的劳动中 官兵们吃的是粗糙难咽的小米 体力逐渐出现了问题 怎样调剂生活如何改善伙食 王震在七一八团五连的厨房里 召开了一次由司务长 吹石班长和生产营长参加的烹调技术会 并亲自教他们做国共合作饭 国共合作饭 王震是这样解释的 大米是从国民党那里运来的 小米是我们红色政权生产的 把两种米掺在一起煮 可以大大改善食用的味道 然后再把土豆 南瓜 芋头放进去 这样既解决了吃饱的问题 又解决了吃好的问题 火石的问题解决后 官兵们的劳动热情更加高涨了 359旅为了让榜样的力量去感染更多的官兵 把每天开荒一模以上的人变成了劳动英雄族 接近一亩的 组成了生产突击队 其他人按成绩分甲乙饼三族 实行升级制度 这种量化动态管理的方式 在南尼湾的荒原上 催生了一批劳动罗犯 当时一头耕牛每天才能耕地三亩 而在718团的170人大竞赛中 有6人日开荒超过了三亩 最高纪录达到了4.7亩 在359旅的参军队伍中 卓玉宝是年龄最大的兵 他是71岁那年 由王振特批入伍的 原因是他有种地的绝技 每当遇到年轻战士不服气的时候 他就会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递给他们 这是旅长王振 副旅长苏进 和副政委王恩茂亲自给他写的首例 纸条上写道 南尼湾劳动英雄朱老汉 现年71岁参加我军 资委任他为本旅农业生产副官 指导各部农业生产 他到各部巡视之时 往各部官兵向他请教 并应很好的招待 在朱玉宝老汉的指导下 南尼湾的平川里长出了玉米 小麦和油菜 山坡上种出了果子 米子和土豆 为了最大程度的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和数量 359旅还发明了一种 把国营生产和私人利益统筹坚固的办法 他们规定 玉米 小麦和豆腐等大宗产品 由团 营 莲 统一种植 各班的地用来种蔬菜 战士们开出的边角地均属个人 可随便种植 吃不完的菜允许到集市上去卖 卖来的钱战士们还可以拿到提成 1943年的南尼湾 粮食作物铺满了无边的山川 红黄青绿的蔬菜遍布各个山头 甚至连毛泽东抽的烟叶 都源于官兵们的自留地 早上吃了四个菜 晚上又吃炸油糕 大米饭 白面膜 我们的生活改善了 这是三五九旅的战士们 对生活质量的描写 1941年 当他们奉命进驻南尼湾的时候 毛泽东也把自己动手 封一足食的殿令 发现了全国的各个抗日根据地 号召更多的官兵 在战斗间隙里发展经济 自给自足 三五九旅以出类拔萃的丰收成活 让毛泽东洗上眉头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3年9月16日 那一天毛主席从九十里外的延安 第二次来南尼湾 到718团的驻地马芳村 参观三五九旅劳动成活展 毛泽东看得很仔细 他对王震说 感谢你们三五九旅 为党创造出了怎样建军养兵的新方法 在1943年的三五九旅 官兵们每月能吃到四斤肉 还有充足的粮食和蔬菜供应 他们穿的也是高级布鞋和袜子 甚至配发了尼子军服 同时他们的劳动成果 也源源不断地输往八路军各个部队 南尼湾第一个部店开张的那天 旅长王震和副旅长苏晋 以及副政委王恩茂 专程来到717团所在的林镇 此时三五九旅的繁荣经济 已经成了全国解放区的模范 中外记者团来到陕甘宁边区采访 三五九旅的一场实弹表演 让他们不禁赞叹 为什么繁重的生产劳动 没有削弱这支英雄部队的战斗命 三五九旅的军训和大比武 又是怎样展开的 军事纪实正在播出 更战净旅三五九上级 全有家居 用绿色环保的理念 将绿色产业链带到了您的身边 国际领先的生产设备群 全新为您打造绿色的产品和生活空间 绿色全有 温馨世界 1944年6月3日 蒋介石迫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 派一个由6名外国记者和9名中国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团 来到陕甘宁边区采访 他们最想了解的是 繁重的劳动会不会削弱三五九旅的战斗技能 部队搞生产是否会降低军事素质 在那天的实弹表演中 美国记者爱普斯坦做了如下记录 100米步枪射击 372发 重369发 投掷手榴弹 全连平均40米 攻击科目 打出三枪后 一分钟火速推进150米 土中扔出三颗手榴弹 并刺中七个标榜 美军观察组组长鲍瑞德看到这个记录后 连连摇头说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场景 其实在南尼湾开荒之初 王震就规定了每年利用农衔进行四个月军训的目标 针对八路军武器落后的特点 把重点锁定在投弹 刺杀和射击这三大技能上 于是 由359旅首创的军队大比武方式 就在南尼湾的田港旁 树林里 山坡上诞生了 当开荒大声坛到第三年的时候 全旅的投弹距离由25米提高到40米以上 不少人投到60米 最远的达到72米 射击命中率由原来的52.9% 上升到86.3% 还涌现出11个百发百重的连队 更多的战士由于取得投制手榴弹45米 十发子弹达95环的优秀成绩 涌现了一大批朱德投弹手和贺龙神枪手 在提高队众的战斗技能之余 王振还要求锤炼359旅的文化素质 认字就在背包上 写字就在大地上 课堂就在大路上 桌子就在膝盖上 他们在泥地上用手指写字 在树皮上用木棍作词 在背包上用筷子造具 丰富的文化氛围 让记者们惊讶不已 记者团来到359旅的那天 现场指挥官是718团团长陈宗瑶 当陈团长让记者们检阅武器装备时 记者们再次发出了惊讶声 映入他们眼帘的是金一色的日本武器 他们自行途经沿溪山和胡宗南防去世 从未看到任何日本武器 他清楚地证明了 谁是真正的抗日部队 他们纷纷按下快门 在他们看来 照片也是武器 当他们公主于众的时候 国民党制造的 八路军有而不及的谎言 将不攻自破 记者们离开延安后不到一个月 驻华美军总司令史迪威 也派来了一个观察组 目的是了解359旅的战斗实力 官兵们百步穿扬的精准 和威猛的自杀力度 以及超远的投弹距离 都让美军观察组掩饰不住赞叹 从1941年到1944年 359旅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 在南尼湾挖出了一千多孔窑洞 盖起了六百多间房屋 他们用一万多间农具 在三十二万亩粮田里 生产出了九千多万斤粮食 把沉睡千年的辟业 改造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把昔日的烂泥湾变成了米粮川 把毛泽东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的愿望 演绎成了满山遍野的丰收场景 1944年7月的南尼湾 正是盛夏季节 山北的阳光照耀在 三十二万亩成熟的庄稼地里 三五九旅又将迎来一个更大的丰收年 此时 毛泽东正在酝酿一个出兵计划 他要派一千多名八路军干部 去建立华南抗日根据地 然而 这一千多人组成的庞大队伍 要在完全由日本军队和国民党控制的七个省区穿过 长达八千多公里的南下路上 到处都埋伏着厄运和牺牲 毛泽东需要一支特别能打胜仗 特别能突围 特别擅长走路的部队来护行 至此 王震和他的三五九旅又一次担起了革命重大 1944年9月1日 中央和中央军委正式批准组建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级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 任命王震为支队司令 王首道为政委 第123大队分别由三五九旅717、718、719团组成 出组成南下支队外 三五九旅还留下三千多人 在陕北继续担任保卫边区和生产建设任务 并作为南征第二梯队 待机南下 这是1944年11月1日 毛泽东在延安东关飞机场 为三五九旅南下送行的情景 毛泽东说 这一回你们又是去长征的 一直到湖南、广东 要准备饿饭 没有房子住 生病受伤了 也没有地方看病 11月9日 三五九旅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离开延安后的三五九旅 就像脱离大树的孤叶 飘摇在国民党和日本军队围剿的追杀中 他们渡过黄河 越过铜铺铁路 一夜行军180里 以创纪录的行军作用突破封锁线 战斗频率骤然增加 其残酷程度也猛然升级 每天都在激行军 时时刻刻都在寻找突围的缝隙 王镇旅长说 我们走在一条痛苦的血染的路上 南下北返 中原突围 历时近两年 跨越八省境地 征战两万多点 冲破一百多道封锁线 大小战斗三百多次 1946年8月 在越过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时 这支伤痕累累的部队 九死一生 终于回到了延安 1949年 359旅又踏上了 挺进新疆的正常 离开南尼湾的 隐匿的方向 359旅经历了艰厉的战斗 展开了又一场 艰护卓绝的农业大开荒运动 直到他们 把自己的根扎在了新疆 明天同一时间 竟继续收看 更战净旅359 下期 明治20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